好多人啊 对猪肉不太了解 来 往这看 这就是猪身上最嫩的肉 一头猪身上就两条 小利鸡肉 来 往这看 囊囊菜 一角滚刀肉 猪身上最软的肉 一掰 后腿 来 往这看 这什么呀 猪身上的淋巴 这个不能吃啊 还没去掉 这有一半后腿上有一半 来个特写 有人还认不清啊 扔掉 来 后肘 抵押个背 后肘就掉了 斤多皮后 后煮炖的香 来 后腿 尾 尾骨 尾骨 尾骨是红烧啊 尾骨里边全是 尾骨髓 空心的 咱们把它拉下来 大巴骨 尾骨 哈哈哈哈 来 往这看 后腿是猪身上瘦肉最多的地方 咱们一刀把它拉开 来 哈哈 看这个肉疙瘩 把它去啊来 这个肉疙瘩 猪身上最大的一块瘦肉 切肉丝 切肉片 就是用它 来 往这看 排骨 走 先画个轮廓 一刀 拉正刀啊 两刀 三刀 这排骨就剃下来了 第四刀的时候 拉冲击 满刀下 这排骨 这冲击 平平整整的 哎 拉成这样以后 反过来 往前推 在这个肥肉和排骨之间 走 哎 这个排骨一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排骨啊 这个排骨拥有十五根 前面这五根叫前排 中间这个叫中排 后边这就是后排了 哪个最好吃啊 首选 记住啊 首选 中间这五根 中排 中排是排骨最好吃的 哈哈 哎 来往这看 五花肉 上面这个肉 比较紧实啊 通敌肉 这个做锅包肉特别好 把前面烧肥的肥的烧去一点 把通敌肉拿下来 五花肉 五花肉 五花肉做红烧肉特别棒啊 看好啊 层次分明 有肥有瘦 你看 是不是啊 来 拉上长条 前腿 筋骨头不许修一劲 看这前腿怎么拉啊 哎 就这一圈就下来了 招准骨头 上面是梅花肉 来 撕扇骨 招准骨 绳骨上面这个玉牙骨 全是软骨 咱们把它去下来 好